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5月2日称 该医院再派出三名专家接力援助塞尔维亚 展开为期两个月的援助工作 3月21日 中国派出第一批抗疫医疗专家组赴塞尔维亚 一个月以来 塞尔维亚在中国专家组的指导下 抗击疫情取得较大进展 按照计划 该批专家组成员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教授郭宇彪 急诊科教授雄彦 与广东省人民医院教授侯彩兰 将于近日完成40多天的员外工作 乘专机回中国 第二批专家组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建 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选派 三人分别是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护理部主任程守珍 医院控感专家刘大悦 和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唐可金 其中程守珍、刘大悦刚结束支援武汉工作 他们将带着实战经验奔赴塞尔维亚 与第一批队员对接 我们有一些经验就是可以因地制宜的 去帮他们把一些工作可以开展起来 无论是在医院社区还是老人院这些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原则 比如说怎么去防护 包括个人防护 这个医院的防护 结构布局这一块 我们应该是可以给他们提供这些管理方面的经验 也就是说技术方面的经验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据了解 在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程守珍在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 与130多名队员分战60多天 刘大悦于今年除夕夜 奔赴武汉市汉口医院 是首个进入汉口病区的控感专家 前期我们也把一些我们在武汉的一些经验 一些资料也发给了他们 供他们做参考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 我想这个跟武汉最大的区别 就是我们当时去武汉 尤其是大年苏安31批可以说是一个遭遇战 就是敌情完全不明 什么情况到哪个医院去都不知道 而现在呢 就或者是应该是说像是一个阻击战 就是前期都有一个良好的基础 而且现在都是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想这个可能是最大的一个不同 据悉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唐克金参与患者的会诊和排查工作 他表示 目前塞尔维亚的疫情得到初步控制 后续面临着复工复产 防止疫情反弹的问题 非疫情救治定点医院 如养老院等存在潜在风险 专家组到达塞国后 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相关的防控指导 此外 此批出发的队员 还将给塞尔维亚 带去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相关的线上教材